我參與這個案子 改編自同名暢銷小說的影集 《八尺門的辯護人》 以一起外籍移工 凶殺阿美族主人案 意外牽扯出 緩緩相扣的社會議題 和人性的糾葛 導演唐福瑞 男主角李明順 女配角蕾佳娜 和演員范逸晨 最近來到基隆做宣傳 特別前往鎮冰浴缸 彩色屋前和影拍照 還親自品嘗基隆石花洞 和飲品 有幾次就是 在等待機器的時候 我只要閉上眼 聽到周圍的人在講話 那時候還沒閒睡 他們可以講話 用母語在溝通的時候 我就秒回到 自己台東部落的感覺 然後睜開眼睛 又是現在的大樓 就是很混淆 就像剛剛導演講的 就是好像真實地發生在我人生的東西 然後現在正在拍攝這個東西 我感覺自己就在播 看到那些人都很親切 然後講的阿美族的口音 也是跟我們當地一模一樣 這次來搬的新的地方 我覺得 是一個很新的基隆對我來說 那這次又有機會參與這個八尺門這個戲 我也才知道有八尺門這個地方在基隆 然後也才知道 阿美族是住在這個國民 這個海平社區的 那拍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阿美族那邊的住戶 大家都非常的和諧 非常的友善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拍了拍了就帶我一下去休息 可能也到阿美家去借廁所 大家都非常的樂意借我們 然後也非常配合 我自己平常都很喜歡來基隆 就是我會去廟口 然後就從廟的旁邊的頂邊 之後開始吃吃到對面的營養生命 吃到對面的泡泡店 還有隔壁的前面 我們全部都吃了 由於劇中 在基隆八尺門真實的取景 基隆許多的知名地標都入境 劇組在拍攝期間 政府全力協助 宣傳會上官商所長郭忌 特別道場獻花 幫新系宣傳 行銷基隆 非常謝謝八尺門的辯護人的劇組 來到基隆取景 我們知道八尺門 它有一個雅稱叫做海門 因為它水載如帶澄清見底 但在這個美麗的風景之下 也因為八尺門 它是連結和平島跟本島之間的狹隘水道 而且在當時的整個聚落 有很多豐富的故事 並且在這個美麗的風景之下 也承載了很多的歷史的沉重 那我們謝謝劇組來到這裡 讓我們可以看到更多 以前都不知道的八尺門的故事 那我們也歡迎有更多的劇組來到基隆探索 基隆好山好水 並且它是有故事的城市 所以我們非常地歡迎劇組來到基隆取景 三岸 這件事你如果請不得好 一定是死路一條 透過影集 帶領觀眾探討族群認同等多項議題 也看見阿美族在八尺門聚落 生活的樣貌和改變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 我要這一切切碎